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空间的距离 你想一个在美国 在欧洲的人 你一想 他就在你心中吗 哪里有距离 没有 其实他的人是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 但是你想他 他就在你心中 这是没有距离的 那如果他心不清静 你就用患字把它清静清静 如果有病 你就用患字 哪个字 用火的患字 你也可以把它清静清静 而他的病 就大化小 小化五 这个基本条件 就是你自己本身 要我这么想 我那么想 都很住在 不是你那个打望想 那个扶书乱想 那个想 而是你脑筋很清清楚楚 空空如约 那这样想 才会起作用 这就是 一定要学禅 一定要打坐 要修什么都没有 习去毛病当然要断筋 让他没有了 怪力乱神的能力 也要没有 那个是天性 天性不是佛性 你照天性的业 你本身都没有佛性 所以还是照样轮回 那你修到认识 不来不去 极如如的这个智性 那就觉悟啦 那既然觉悟 我起心动念 有做等于没有做 而不被法服 不被你所 起的心法 被绑制 这个就是 都要经过禅修 打坐 哪一个人不经过禅修 打坐 而有一些怪力乱神的能力 大概都是鬼神 痛鬼神 这不好 所以你会跟他同一国 死了以后就做他们的 加入他们 像帮派一样 你不了解 我们世界上很多的这个 果跟果 之间就已经不同 的这个 团体 为什么要分那么多果 你如果懂因缘 你应该出生在西方 你就不会出生在东方 那你要出生在西方 东方都有因缘 那哪一个时候 所造的那个因缘 你会出生在哪一个国家 而这个国家又是哪一个地区 这个又是有因缘 所以 这个 你 在修正到有寿命通的时候 就会了解这些 当然这个不容易 这要说 要修到阿纳汗三国的境界 或者要修到宿禅天 社界宿禅天天神的境界 或者是宿空处定 他起心动念 他不用看了 他观起心动念 就可以知道 那佛 他也是一样 都是起心动念 就知道事情 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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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这个 宿禅禅 或其他的 这些 天神 他们还要观 才知道 要 使命 未来怎么样 过去怎么样 所以 每个修行的境界 我们虽然做不到 但我们要了解 才不会这个 迷糊去追 乱追逐一些 不是正法 不是佛所说的法 有生诸年 有生诸年 能天文金刚经 有的从第一品 就听到现在 这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这个迷糊 已经是具足很大的善根 所以才能够听到这个 第29品 很重要的 一品 当然重要归重要 你如果不了解 一定都是阿如来 无所从来无无所去 那这表面上的理解 不是 这个 这个跟神通有关系 跟你要无中生有 有关系 跟你在有中 化无 也有关系 有的人 要生了癌症的病 如果你天天 跟他念 你的癌症没有 癌症没有 光你收没有 你收久了 他就没有 因为这个 病是有违法 那跟一切 因缘果报不是一样 有违法 那你既然不足足 他有 不受他控制 你也足足 有 我病了 我真的有病 那 本来是一点点病 就变 中等病 中等病 久了 就变大病 所以不要天天 有身体不舒服 在想病 对吧 当然有问题 要找东西 找药 来处理 没有错 最重要还是心理问题 身体 营养啦 或者饮食 都跟摄身有关 人家宣人 打坐的人 都是 出气 都是 隐气 也就是 我们练出来的气 不是我们空气的气 是真气的气 那就可以过活 你就用内呼吸 那过去 留下来身体的细胞 那个组织 那不排掉 再重吸收 再合成 合成 合成完了 变成废物 废物 本来要排出去 现在不出 不排啦 所以在内脏 裡面又重新吸收 又再铸造 这个不可思议 一个人可以坐在那里千万一年 都不会死掉 就是这样子 这些都是有为相 学佛法不是这样 不死 那就变仙人 或者世间禅定的人一样 遲早总会死 早死晚死而已 所以学佛法他不怕死 对吧 有的佛 他修得很好 他宿现在宿间 他宿间的福德不错 所以他可教化的众生很多 那他留的时间就很长 佛速限 佛速限 不是他要速限 还是要讲因缘 因为有一票人 佛说法他听得进去 他要愿意去做 所以他就速限 我梦啊 时期 没有人愿意做 打坐修行 也很辛苦 这个腿一盘很痛 我叫我不吃不喝 又会饿 所以很少人要修行 我叫你说 哎呀你出钱嘛 你去盖廟嘛 做功德吧 哇 大家驱逐漏物 这个好做啊 你要叫我打坐 不要啦 那个很辛苦 你要叫我出钱 反正他有很多钱 有很多钱也要舍得 不见得有钱的人他就舍得 他几百亿的钱 好像拿几亿出来 盖医院盖什么 很简单 但是他是有目的的 不是默默无闻的 暗暗的去盖 去盖 他一定报足先报一报 然后先宣传一下 然后怎么样 搞得轰轰烈烈 还有赠款仪式了 什么都做了 最重要是还可以减税 就最重要 我赚了一百亿 我捐了百分之十亿 又有名又有利 可以扩税 像这种心 就是有足足的 不轻轻的 所以我们 学佛法就在解除这种因缘了 你做很多善事又很足足 当然都有福报 二十八品不在讲这个吗 你福德性一做 这个福德性永远如虚空 不会灭的 那我告诉你说 你不要执走他 他就无量无边的大 如果你执走这个福德性 有我做的善事 那就福德就很小 那你把它做了以后忘记 这个福德性 就大如虚空 这二十八品不是结尾这么讲吗 所以金刚经绕了三个重点在讨论 一个是布施 对吧 那你要做福德 要做功德 做了以后 你不要去主走他 尤其菩萨 菩萨不能主走这个福德 就二十八品所讲 在前面也是一样的 你做横河沙无量无边的七宝布施 功德很大对 但是你主走 他就不大 如果不主走 就很大 大如虚空 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我们 第一个布施婆罗蜜 你不做布施就不能度到彼岸 因为你还有贪 你一百亿拿十亿出来布施 我们看起来说很伟大 有的人是 剩下十块钱 要吃个馒头 这个馒头不吃啊 昨天我们去素食馆 有个比特尼在托 如果你剩下这十块不要吃馒头了 把它丢下去 那你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比那个十亿要大得多 因为这十块钱是他最后的财产 像这种 不是因为你的量多功德就大 而是以你的心清静布施 还是舍得布施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学的就是 布施婆罗蜜 我布了施以后不要执着 那第二个就讲 人如婆罗蜜呢 那二十八品不是告诉你 你修什么法 第三品告诉你 你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的像 你修来修去再修这四个 那怎么修 就是用人如婆罗蜜 用人 无我 度到彼岸 婆罗蜜多 帕拉蜜达 就是 从你这个足足 烦恼的这一边 度到 清静 如如 那一边去 就是 就是法 一个跟众生结缘 布施嘛 一个修你自己 用人 修到最后呢 你做很多的功德 做很多的人工 甚至于修很多的境界 有什么通 有什么那个 多容人 那五一模像吗 不是讲五十种模像吗 都不要去好奇 去足足 对 如果你不看楞严经 你不看金刚经 你对你身体所具有的一些能力 都会足足 一足足 你跟凡夫没有两样 你不要讲说要度过去 对吧 所以 一个人没有 一些人所没有的能力 那根本都没有体会 身体的变化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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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